在美国买房,大家总会遇到一种公司,叫做产权公司。 我经常遇到朋友来咨询我,说产权公司是个什么公司啊? 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有产权公司这个角色?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产权公司为什么很重要? 欢迎加入黄永明的学习群,你将会获得北美决金最新的投资资讯,现在手码加入。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在我们解释产权公司这个概念之前,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LIN,翻译成中文叫做刘志全。 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啊,稍微解释一下。 当你的房子上面有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能会在你的房子上加一个负担。 这个负担我们讲它不是一个物理上的负担,而是一个概念上的负担。 这个负担我们统称叫做LIN。 那么LIN它有不同的类型啊,比如说你欠了房产税, 那政府在你房产上加一个Tax LIN,房产税留置权。 如果你的房子装修,你欠了工人的工钱, 那么人家可能在你的房子上加一个Mechanics LIN,既供留置权。 如果你欠了美国联邦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税务局在你的房产上加一个LIN, 我们叫IRS LIN。 你看LIN它有主动的, 就是比方说你自己去办房贷,办了个贷款, 那么这个贷款它也是一个LIN,这是你主动加上去的。 还有一些是被动的。 比如说你欠了房产税,那政府呢,强行的加在你房产上一个LIN,这是被动的。 好,为什么要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因为LIN它对你的房产产权过户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假设说一个房子上面, 它的产权是有LIN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产权是没有办法正常过户的。 你必须首先把LIN给release了, 就是把LIN给解除了。 这个时候,产权才能够正常的过户。 那你去买一个房子或者买一个地, 你要去查它的LIN是有一些办法的。 常见的办法, 比如说现在美国很多的政府网站, 它已经把这些数据上传了, 你是很方便的可以在线去查询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县政府都把数据上网了。 我们说LIN它是登记在哪一级政府啊? 它是登记在County这一级的。 所以,如果一个县的县政府, 他没有把这个数据上网的话, 你就查询不到。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人在中国的话, 应该说这个数据会比较难查询。 因为据我的经验, 美国的地方政府, 它的这些数据库, 在人在境外的时候, 美国境外的时候, 你是没法查询的, 没法访问的。 所以人在中国的朋友可能查询不到, 哪怕你挂VPN也查询不到。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你可以采用一些付费的服务。 网上有很多的数据库, 它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你输入这个房产或者是地产的街道地址也好, 或者是它的APN, 就是它的编号也好。 自动的, 实时的就能够查询出来, 这个房产或者是地产上有没有零。 我个人经常用的一个网站可以推荐给大家, 叫做homeinfomax.com。 但是呢, 这种数据啊, 它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有的时候会查不到。 一会儿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我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啊。 第三种查询的方式, 更可靠, 是你直接到政府的办公室去查。 一般这些数据在县一级政府的County Clerk Office, 在他们的这个文档当中, 所以你是可以到他的办公室直接去查询的, 这个是最准确的。 当然, 以上三种做法呢, 都是说的你自己去查。 自己去查, 毕竟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呢, 很可能会查询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差错, 给你带来重大的损失。 我想讲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我在买一块地的时候, 我自己通过网上的数据去查, 发现这个地上没有LIN, 但是后来在过户的过程当中, 我的产权律师发现, 这个地上啊, 有7000多美元的RS LIN, 也就是说这个业主他欠了联邦个人所得税, 联邦政府在他的所有的房产地产上面都加了这个LIN, 你除非把这个LIN还清, 否则是没有办法过户的。 这个LIN呢, 它是不随着你的产权过户而消失的, 它会跟着这个产权转移。 换句话说, 如果我的产权律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自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地买过来了, 我就把这7000多美元的债务背过来了, 你看这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 所以第四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产权公司或者是产权律师做最专业的调查, 他们调查完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 他会给你出一个产权保险, 也就是说我保证我的调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将来出了问题, 我是会担责任的, 我是要赔付你的。 所以这对买家来讲是一个最大程度的保护, 这也是我最推荐大家去做的一种方式。 在不同的州呢, 办过户的这个机构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产权公司, 有些是房地产律师, 有些是房地产律师加产权公司。 所以要看你所购买的那个房产地产在哪个州, 有相应的法规规定, 这个第三方是谁来办理, 它就类似于你在中国在淘宝上买一个东西, 你付费了以后这个钱, 它并不是直接到卖家的, 它是到了第三方支付宝的, 那只有当你收到货了以后, 支付宝才会放款给卖家。 与此类似, 产权公司房地产律师都是交易当中的一个第三方。 你看幸亏我有产权律师, 他帮我查出来了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我就要损失7000多美元了。